霓 серд electric 2.2.3 大家好 今天我們開始介紹 LaMath一系列產品 今天從她的Brightening開始 美白系列 這個系列應該在香港很多人經常都會想用這個系列的產品 因為有很多敏感皮膚 他們不是可以用到很多市面品牌的美白系列 都想用一些相對的溫和一點敏感皮膚都可以用的 你們可以留意著 而這個系列我們暫時有三個產品 裡面包括有serum、精華、臉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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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說一下 這個系列來計算是非常適合所有肌膚使用 包括敏感皮膚、孕婦都是適用的 另外當然是推介給膚色相對地比較不均的朋友 有斑點、暗瘡印的朋友去使用 我們先說一下serum 其實它的serum有82%有機 非常之高 而因為整個系列來計算 其實它主要有幾個成份都想推介 就是告訴大家它的好處 美白系列不得不提的就是它的維他命C成份 它是一個滋溶性的維斯 穩定性非常之強 溫和、親膚 所以其實它是一個非常低刺激度的美白系列 可以說 它的serum來計算是有7.5%的滋溶性維斯 當然維斯的話可以均勻膚色、美白、淡印 最大的一個點就是它可以促進膠原蛋白再生 我們譬如說肌膚的彈性都非常之重要 其實這個是它們的主要成份 另外 Serum方面有一個非常之特別的 叫做海洋植物碎取 是一個蝦祖糖多酚 這個成份其實非常之好的 就是很明顯地改善這個叫斑點、色素、筆均、沉澱等等 它可以有60天內減少你的老人斑、色斑20% 肌膚的光澤度增加16% 以及可以抑制你97%的樂安酸梅 其實樂安酸梅就會導致我們皮膚變黑 吹變黑色素 是的 的一個成份 所以其實這個是非常之好的一個成份 放在味白的產品裏面 另外很獨特的 可能大家未必聽過 我們其實是第一次聽的 就是那個叫羊蹄草 是植物來的 是的 它是一個 是不是很噁心呢 我第一次看 羊蹄是跟羊有關的 羊蹄是羊腳什麼的 其實是一個植物來的 它是一個加拿大Native的植物 其實它是非常之出名 可以抑制黑色素形成 以及幫助肌膚膚膚均混 另外當然它是一個澳洲的品牌 不少得的就是卡卡度果 卡卡度果是一個維他命C 超級高的一個草本植物 它比抗氧化能力 比南梅高五倍 所以我們都因為是 叫做Muti 我們就開始接觸這個成份 我們一看到有這個成份 我們都覺得這個產品很好啊 其實基本上很多澳洲的品牌 卡卡度果這個成份 是必擺放下去的一個成份 是的 另外它因為這個品牌 創辦人的關係 所以它加入了很多 印度古法的一些療法 所以它會加入了 還有金、草、根和薑黃等成份 這些成份 幫助皮膚癒合、美白、抗炎 都是非常之好 而這個精華來說 我覺得它的質地是非常之容易吸收 是的 而它的包裝也很有趣 它其實是這樣扭出來的 是的 所以你一用完的時候 這樣它就會下去 其實都非常之乾淨衛生 這個包裝 好了 第二個產品可以介紹就是它的麵箱 還有一件事 它這個包裝不是做泵狀 其實都減少你接觸空氣 因為泵狀就會有打殼又生 是的 它自身已經可以縮下去了 第二個產品就是它的麵箱 雖然它叫做陽提草美白日霜 但其實它早晚都可以使用 而這個產品有81%有機 那麼這款麵箱 其實它的質地非常之清爽 不黏黏的 其實在它的所有系列裡面 這個麵箱我覺得是最薄身 是的 而它的好處就是可以幫助我們 免受UVA、UVB的一個傷害 以及促進我們自己細胞的修復 那它裡面有什麼成份呢 當然剛才有說 就是它有陽提草 這個澳洲本土的一個植物 可以抑制黑色素形成 另外薑黃和甘草根也是不少得的 抗驗、抗氧化 幫助肌膚癒合 另外卡卡圖果和維斯都是有的 另外這支麵箱有沙漠青檸 沙漠青檸也是另一個澳洲Native的植物 而它可以幫助我們分解腦肺的角質 以及平衡過多的油脂 另外麵箱方面 它的基底有荷荷巴油 其實非常之親膚 防敏感 因為其實可可巴油就是小朋友 嬰兒都能夠使用的一個油脂 可以軟化我們的皮膚 以及維他命E等等 所以這一個來計 它的名字叫做日霜 都挺建議日頭使用的 因為如果你們會化妝的朋友 這個妝前用它是非常之舒適的 還有建議有一些客人 可能你都會出瘡的情況 都可以使用 因為它的質地很薄 還有它加上抗炎的成分 會令到你減低出瘡的機會 是的 而這兩支它的味道其實都挺香 挺容易人的 譬如說這個serum來算 它是有玫瑰唇來做基底 另外有甜橙、佛手甘、西柚、大馬士甲玫瑰 以及甘骨於一身 所以其實味道很舒適 它是很淡的 是的 而日霜方面有芬衣草、檀香、天竹葵、伊蘭伊蘭 所以我覺得LAMAV這個品牌的所有產品 其實它的味道都調得蠻好聞的 還有mild的 即它不是很strong的一個味道 這個系列最後一個產品 就是它的10%維他命C量肌精華油 Facial Oil 而這個Facial Oil來說有85%有機 當然Facial Oil怎會有含水呢 亦都是一個不含水的產品 而我覺得它非常之好用 因為其實它是一個很lightweight的Facial Oil 即使所有皮膚都能夠使用 甚至乎夏天很熱的天氣 其實你都不會覺得很重負擔 它裡面有10%的滋溶性維斯 其實在Facial Oil來計算 10%都非常之高 另外的油脂成份 它是有石榴子油 玫瑰果子油 這些都是一些非常之高抗氧化的植物基底油 另外不得不提的就是石榴子油 它裡面的維他命C 還有抗氧化的成份是非常之濃郁的 所以可以幫助你們防止陽光的傷害 以及幫助減少膠原蛋白的降解 即是說維持一個比較鞏固的皮膚結構 另外玫瑰果子油 就是抗氧化非常之出色的植物基底油 含維他命A、C、U一身的 裡面最出色的就是 蕃茄紅素、胡蘿蔔素 這些是幫助你皮膚淡化、色素、沉著 還有斑點、均勻膚色方面都是非常之出色的 另外不止這些油 還有山茶花子油 還有澳洲的堅果油 這些都是非常之有營養的植物油 可以幫助我們皮膚 恢復健康的光澤 保護我們皮膚應有的皮脂 所以其實它這個油我覺得做得非常之好 另外味道也非常之清新 它有芬衣草、玫瑰天竹葵、伊蘭伊蘭 以及檸檬亨桃木 我們一口氣介紹 Brightening 系列的三個產品 當然你們可以獨立去選購 其實現在我們有一個 Brightening 的 Box Set 裡面包括有剛才那支麵霜和精華 另外配多一個產品 就是他們的潔面啫喱 就是泡沫多的 而且也蠻乾淨的 可以卸淡妝的一個系列 Block Set 當然價錢會便宜 比你獨立去購買 這個就是數量有限的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網站看看 最後啦 其實維他命C是早晚都可以用的 所以整個系列來計 不論日後夜晚都可以使用的 只不過就是留意你自己的產品 你的活天裡面 晚間方面會不會有維 A 的成分 因為維他命C 就不需要跟維 A 一齊使用 效果會不會太好 如果不是的話 日後夜晚都可以的 我們今天介紹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